因为妇人在给孩子零用钱的时候 问了她一个问题 你将来想成为有钱人还是穷人 孩子说要成为有钱人 父亲给钱后问 你现在已经有钱了 你打算怎么用呢 孩子说我要做我想做的各种事情 父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成为穷人 而不是有钱人 因为穷人是有多少就用多少 然后父亲拿出五个罐子 告诉孩子 现在我来教你怎么样来管钱 第一个罐子里放所有钱中的10% 我给你1000块钱的零花钱 10%就是100块 这是属于上帝的10% 将归到神的福库 神会给你带来祝福 第二个罐子是奉献的罐子 要把钱存下来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第三个罐子是储蓄 就算你赚的少 只有一块钱都没关系 至少你养成了这个习惯 慢慢的就可以越攒越多 第四个罐子是投资的罐子 很多父母给孩子零花钱 却没有教他怎样去管理钱 所以他们周一拿到零花钱 周五就用完了 周末想出去玩就没有钱了 你可以把你的钱借给他们 但不能白借 要收取一些费用 这样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在下一个周末 向你借钱的孩子又缺钱了 不止他来借 他也会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借 这样到了毕业 你就积累了一笔财富 而没有父母教导 怎样管理钱的孩子 就欠了一屁股债 第五个罐子是消费的罐子 当你把钱规划好的时候 剩下的钱就可以尽情去享受 做好钱的规划 你才能变成有钱人 这位父亲还给儿子写了38封信 就是这样的教育 让他的家族经久不衰 绵延近200余年 比尔盖茨更是逢人旧推荐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是他唯一的偶像 这个人就是石油大盟洛克菲勒 这本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 是他一生的智慧精华 是经典的家训 更是致富的经典 被其家族代代传承 可惜的是 在中国看过这本书的人 却寥寥无几 iros的众人 够贵的众人 这本书都怪不得了 给你 又是 从来 这本书 是 有